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九届新传奖即将到来 宣传活动也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虽然在筹备期间遇到了许多挑战 但是传播系的同学仍然努力的练习 希望在4月26号当天能有完美的呈现 为了新传奖 传播系的同学举办了一连串的宣传活动 等你一起来参与 因为当初我们没有考虑到228廉价问题 所以原本预计要环导宣传18间学校 变成只有剩下6间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因为厂商印刷的时间问题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如期推出我们的周边产品 突破以往就是大家的份著作 在舞蹈还有戏剧上面 我们希望就可以加一些更丰富的演出 像是我们今年表演中 邀请到拉拉队来现场表演 然后我们也有像魔术社以及事务社 请教他们指导我们一些表演 然后还有我们自己想要尝试一个 就是荧光舞的演出 我们希望办这个活动之后呢 同学在大型活动的一个筹办 上面能够有更新的一个经验 然后呢另外也藉由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一个举办 希望能够刺激出大家能够做出更好的作品 看到传播系的同学如此努力的准备 那我们就先进一则新传奖的广告 在这里预祝典礼成功哦 有史以来最华裔的舞台 创办以来与最多社团的合作 第九叶星传奖 第九叶星传奖 我们正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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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要跟你 我们正配好了 第九叶星传奖 一定要来哦 等你来哦 欢迎你来哦 文宁院都更案引发的争议之火 延烧到了中正大学 中正师生组成南方家园守护阵线 希望以行动和联署支援王家 也进一步监督都更法是否影响公共权益 你们也觉得这个都更条例 现行的都更条例是一个很有问题的条例 它真的可以让政府做出很离谱的事情的话 那你同意我的说法 就请你们签下你们的联署书 士林王家都更案 近日来引发轩然大波 一群中正的学生 也对都更法提出质疑 并发动联署行动 期望政府能重视都更法中的缺失 藉由这次的活动 我们想要唤起同学 对社会议题的关注 这次发起的联署 算是台湾第一个大学里面 首先发起联署的大学 我们希望联署书 至少可以收回到840份 大概是7%的同学 都能够愿意签署这份联署书 凌论的家具摆放 是这群中正学生设计的装置艺术 此外 他们也提供都更法的咨询 并贩售笔记本 将一半收入捐给都市 跟新手海者联盟 曾经到王家现场的同学 也加入他们的行列 期望同学能一同关心都更议题 多一个人了解就是多一份力量 不一定是要让所有人都认同你 但是我觉得激起这种 讨论的空间是很正向的 怪手是都更最大的象征 因此他们希望目击 一百位同学的手印 化成怪手的形状以表达诉求 对于这项反暴力都更连署活动 其他同学则是建议可以加强宣传 让学生能更加了解法条的内容 我是觉得应该不止于学生 就是他们或许能够再继续串联下去 就一般社会大众 整个连串在一起才会有它的力量 士林文林院的都更案 以起各界关注 许多中正的学生也以行动来支持王家 都市更新的法条 是否影响公众权益 值得你我共同关心 中正一报记者 叶家如 李密奇 中正大学报道 最近物价涨涨涨 但是你的薪水 有多久没有调涨了呢 虽然政府已经将实薪 调高到了103元 但是在中正大学大吃商圈内 仍有许多商家 未达到这项标准 到底这些商家 有没有违法之余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下面这则追踪报道 位于中正大学正门口的大吃市 店家多半没有提供 劳基法所规定的最低薪资 长期以来引起学生的抗议 我很多同学都在大吃打工 可是都没有拿到符合规定的薪资 我觉得一切都要照我劳基法来 毕竟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但是嘉义线社会局劳资关系课表示 中正大学的大吃市 并不适用劳基法所规定的 最低实薪103元 教授也表示大吃市店家属于 未分类的餐饮业 所以不适用劳基法 基本上是一些小贩 他没有做一些 这个盈利事业登记的 他基本上是不属于劳动基准法 应该说保障了适用的对象 那如果是按照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他就可能就不适用 这个103元的实薪的规定 中正大学幕府门社发起了 说好的实薪103的活动 并在大吃市做薪资调查 虽然大吃不是用劳基法 但他们还是希望店家能提供 学生更理想的工作环境 我们还希望他们能够提供学生 就是有更好的工作环境 他们因为打工 所以他们的经济状况 可能就是没有来得那么好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这块来帮助他们 虽然在中正大学大吃市打工的同学 不受到劳基法的保护 但是嘉义县政府依然继续劝脑店家 期盼能够改善同学们的工资环境 中正义报记者谢家瑜 陈伟如中正大学报导 接下来这则新闻是由嘉义市政府 所举办的单车成年礼活动 现场聚集一千多位青春热血的新年 目的是希望唤起大众对于生活的热忱 和运动的重视 咦 这里怎么会聚集这么多充满朝气的学生呢 原来这次嘉义市政府举办的 2012青春爱家一起环弹单车成年礼活动 在医生声明上下 一千多名青年在14号上午 以单车绕行嘉义市的方式 作为成年礼的贺礼 透过这次的活动 嘉义市政府希望能够提倡青年休闲运动 而今年的活动 也特地开放家长参加 让心子一同玩乐 那单车成年礼当然主要的对象 是针对满18岁或是满16岁的学生 在他成年的这一年 他能够骑25公里 然后为自己的生命留个印记 今年又扩大有亲子组的部分 感谢市政府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那我们真的是把家里绕了一圈 感觉蛮不错的 我骑车行进的地方 也有不少民众为他们加油倒气 觉得嘉义市常常举办这种活动真好 全面运动好 历经漫长入场后 不少参赛者都耗尽体力 但在抵达终点 并拿到证书之后 参赛者都对自己的表现感到满意 第一次来的时候 我一定输了 我一定最后一名 结果我来玩的时候 yes 单车成年已让骑车单车的人 除了可以享受到优美的风景 也可以体验运动的乐趣 你也被运动气息感染了吗 那就骑车单车一起来运动吧 中正一报记者 如一柔 杨云 嘉义报导 每年的4月就是梅子的盛产季节 嘉义县梅山乡梅山公园 免费提供民众采梅的活动 现场更开放梅花光影体验馆 邀请民众利用不同的方式 体验梅山的风光 每年4月梅子的产季又到了 除了可以来梅山公园采梅建行之外 附近有许多贩卖梅制品的店家 让大家有的吃又有的玩 嘉义县梅山乡梅山公园 在4月初开放民众免费采梅 虽然目前树上的梅子数量 以为树不多 但仍有许多民众来减实被摇落的梅子 虽然梅山乡公所推广4月采梅活动 却有民众认为梅山公园的特色不足 太人工化了 除了梅树以外就没有其他的特色 那如果没有梅子以后 我们还可以看什么 我有点失望 去年开始幸福增加 新建许多景观设施 像梅山公园体验馆 瞭望台 虽然那些外地民众来参观 除了有瞭望亭 让游客一览梅山乡风景外 今年1月才完工的梅花光影体验馆 内部备有虚拟的体验设施 透过数位科技的运用 体验梅山不同风华 另外也有在地老店可提供民众选购梅制品当做伴手礼 让大家都可以品尝到梅子酸酸甜甜的滋味 大部分我们来这边都买梅子粉 北极体验地方 这边是比较好吃的 紫苏梅 因为我们是纯手工作 那紫苏梅子酸也是自己种的 虽然梅山乡的梅子产业已比不上其他产区 但是梅山乡公所还是努力规划 推广梅山的特色观光 希望民众能趁着假日来梅山乡切合 中正义报记者邱丽萍苗志祺 嘉义梅山报导 休息一下进一段温馨轻快的MV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决定了用微笑面对那不安的氛围 传递幸福感觉 我相信真心的跨越 最荊棘的天线 爱就是最温暖的语言 决定了用微笑面对那不安的氛围 传递幸福感觉 我相信真心的跨越 最惊奇的界限 爱就是最温暖的语言 爱就是最温暖的语言 嘉义县中浦乡是全国黑木耳产量最大的地方 人称木耳大王的庄归虹 用心栽培每一株木耳 他也将这样用心经营的理念 放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 因为他认为只要啃下功夫 就能收获满满的果实 我们为了加一些米糠玉米粉 让它更有充足的影响去长那么大 细心的酵料每一株木耳 它是人称木耳大王的庄归虹 因为种植木耳而得到无数奖项的它 其实背后也有这么一段故事 在创业的过程中 因为农业渐衰 许多人纷纷离开这个行业 但是庄归虹仍然相信 只要坚持下去就会有收获 于是他开始尝试农场转型 改良黑木耳品种 终于让他闯出一番亮眼成績 更在2012年得到金银奖的殊荣 庄归虹坚持以乐观的态度度过每一次难关 并将这样的观念教导给儿子 他也将员工视为家人 希望他们都能在工作时感到快乐 庄归虹不只尽心经营农场 更用心经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他说对待人就如同照顾黑木耳一样 只要啃下功夫 就能收获满满果实 多年前涂鸦一直被视为反抗社会体制的精神象征 但随着时代的演进 涂鸦已经渐渐脱离反社会的面貌 更有涂鸦人将它视为艺术品 透过下面这则专题报导 让我们来一窥涂鸦艺术的神秘面纱 黑与白葱极交错的色彩 一圈圈的气体环绕升起 带出世界末日的异象 这幅画是街头涂鸦 很酷很帅经常是他的行农词 但是涂鸦需要长时间曝晒在太阳底下 甚至忍受蚊虫的叮咬 必须经过精神与体力上的考验 才能喷出一张好的作品 街头涂鸦原本是地下阶层 为了反抗社会体制的表达方式 因此大多数的民众认为涂鸦是叛逆的行为 但是现在对于涂鸦人来说 涂鸦已经变成一种艺术 而不只是在街头随手乱化的作品 他们不再是为了批判社会而创作作品 渐渐转为因为自己的兴趣 以及对于涂鸦的热忱而持续创作涂鸦 看到涂出来真的就很开心 那时候心情真的是很放松 很有成就感 那时候是一种满足 嘉义现在拥有山术合法涂鸦区 分别在篮滩国校 事前路二端地下道 日新街篮球场 涂鸦人认为这山术合法涂鸦区 能够让他们开心的创作 也能够对社区进行美化 但是民众对于墙壁的美化 以及社区的改造 则有不同的看法 虽然大众对于涂鸦的看法不一 但是涂鸦人能希望藉由在不同的地区创作 进而去让更多人认识涂鸦这个艺术 虽然合法涂鸦区可以让涂鸦人耐心创作出好的作品 但是非法涂鸦能够带给他们 合法涂鸦无法取代的自由 自己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地方喷 就是类似那种占领地盘的感觉 对啊 就是自己有一个地盘可以喷 比较方便 台湾的墙面 除非你要去申请 而且申请要经过政府的从前观看 然后所以很多涂鸦人都不会去申请这一块东西 然后就去等于晚上凌晨的时候 都是做违法事实是这样的 非法涂鸦不管在哪里都可以进行创作 作品的能见度就会提高 但是合法涂鸦基于需要一大面的墙壁进行绘画 地点通常在偏远的地区 交通既不方便 作品的能见度也会降低 但是非法涂鸦的创作类型都是短时间能够完成的作品 相对的就比较粗糙哦 即使台湾的涂鸦环境逐渐进步 但是涂鸦人的数量依旧是少数 他们希望透过与不同单位进行合作 让涂鸦定点深入到不同地区 增加他们的创作空间 让更多人接触到涂鸦 让涂鸦艺术能够被大众认同 新闻的最后 让我们抢先一睹新传奖的幕后花絮 谢谢您的收看 请继续锁定下一期的ETV 我们将由全新的制作团队继续为您服务 我是主播刘怠云 感谢您的收看